受到天氣熱跟飼料漲價 市場缺氮的現象是再起 產地價跟批發價都再度 跟著調漲兩元 這也讓用量大的高炳業 壓力跟著增加 考慮要跟著調漲價格 論會主委陳吉仲氏表示說 目前的氮量供應穩定 只是需求大增 才會帶動價格上揚 看到氮價又上漲 買氮的主婦忍不住抱怨 荷包真的越來越薄 淡價從二十號起又在調漲 產地價從美台金四十點五元 漲到四十二點五元 批發價從美台金五十元 漲到五十二元 再創淡價新高 民眾說快要買不下手 但上說淡價連番漲 批發價不敢漲足到五十二元 壓力只能自己吸收 淡商表示 受到天氣熱產蛋量下降 加上以往暑假 是太患老母雞的時間點 供應趕不上需求 而雞蛋漲價民眾頭痛 用量大的糕餅業也首當其衝 雖然距離中秋節還有一個多月 最近糕餅店的蛋黃酥 已經趕著包裝出貨 現在要遇上淡價調漲 業者說價格也很難動漲 我們已經撐 已經撐一段時間了啦 工資每年都在漲 然後原物現在 經期原物量又真的長得很兇 業者說包括麵粉 奶油都已經比以往貴的三成 現在要遇上淡價調漲 打算調漲一到兩成 而太陽餅業者則是選擇觀望 就怕嚇跑顧客 你太高他也不可能接受啊 是這樣子啊 怎麼說自己要默默地承受一些 以前我們都是把蛋往北部掉 那現在呢 我們最近掉了七千箱 超過一百四十萬顆 像到屏東或者是東部 農委會表示 蛋漲由產銷雙方業市場工序來決定 目前整體來說 供應的狀況穩定 則是國旅爆發帶動了大量需求 才帶動價格上漲 會要求業者持續調節雞蛋的產銷 以穩定供銷秩序 不過接連漲的三波 民眾的壓力感也跟著越來越大 基於林健身 王龍濤 王威雄 台中原理報導 要打